欢迎来到奇论古今 在春节之前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1月26及27号在泰国曼谷一临两天召开会议 常谈了12个小时 而在会后 双方同时表示将在近期内尽快的安排两国元首通话 而此一会谈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 双方到底谈了什么 是不是已经谈出了什么具体结果 而未来形势又会如何来发展 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岳分析呢 首先我要提出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角度观察 我认为这次王毅跟沙利文在曼谷的一个会谈 而且谈的时间很长 一共12个小时 有可能 我判断 有可能是中美关系发展 特别是中美关系发展 针对台海议题 一次非常关键性的 甚至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一个会谈 哦 神山您这样的一个观察与研判是相当的具体 甚至有点大胆 您是有什么依据吗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从会谈前的形式跟过程来看 一个是从会谈后我们所看到的讯息来看 咱们现在看会谈前的形式 我相信很多人大概没有特别注意到 在这次王毅跟沙利文的曼谷会谈之前 在去年其实有过两次 一次是在维也纳五月份 也是他们两个人 汪沙 也是谈两天 不过谈了个八个小时 也够长了 再一次就九月 两个人呢在马尔他 也谈了两天 也是十二个小时 你看光是王毅跟沙利文 两个人就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就谈了三次 而且都是两天 分别是八小时 十二小时 十二小时 那一定谈很多东西嘛 是不是 更值得注意的是 王毅呢是现在的外事办主任 这个他的前任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还没有现任之前 在2021年跟2022年 分别有三次 也是跟沙利文谈 分别是在瑞士的苏利市 然后还有一个在罗马 在伊士的什么 也是什么 时间也是两天了 而且时间也是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我们的图板上面看得很清楚 OK 你这一算就六次了 前后两位外事办的主任 跟美国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连续谈了六次 其中两次是八小时 其他次都十二小时 那绝对是有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 什么事情值得那么长谈 而且每隔差不多五六个月就谈一次 是吧 是您提到这双方外交高层真的是频密会谈 而且都是长谈深谈 的确是不太寻常 那么但是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议题 为什么您的研判大概率是跟台海 台湾方面有关呢 这个当然首先要从国际形势 特别是中美两强的国际形势 从这个大部分环境来看 我们知道最近两年呢 发生什么事情 俄乌战争 对不对 八亿冲突 是吧 鸿海这个航行的风险 然后东北亚的形势 这里面每一桩事情 美国都很头吞 这个俄乌战争 现在是骑虎难下 想结束又结束不了 因为面子上人挂不住 而且乌克兰越打越吃力 是吧 八亿冲突呢 现在也在那边僵持住 而且全世界的舆论 对这个以色列对美国相当不利 那美国已经失去了舆论最高点 同时还担心 这个是不是能够进一步 在中东扩大更多的麻烦出来 那这背后当然又有 伊朗的势力在那边 再还有一个金正恩 在那边蠢蠢欲动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三个地方 都搞得非常头疼的事 而且美国发现到 就希望能够 中国能够帮他一些忙 而且这和我 这个俄罗斯也好 伊朗也好 朝鲜也好 从美国角度来讲 好像跟你中国关系都不错嘛 所以拜托拜托 你能够帮我一点忙嘛 所以我相信 这个大背景 跟中美的密切接触有关系 的确也都是事实 那么中国是如何 来回应美国的要求和期待的 我觉得中国态度 基本上是开放的 就你想要找我谈 特别关心的 你关心的问题 我都OK了 但是呢 你也应该知道 我最关心的问题 跟那个就不相干 我最关心的问题 台海跟台湾问题 换句话说 你要先跟我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谈出一些什么结果 那些问题都好谈 那么这些问题 谈不是什么结果 那就很难说了 是吧 所以既然是你主动的要求 你要不要去年 从年头开始 美国就一直在释放消息 说中美元首会 会举行峰会什么等等 中国一直都没回应了 一到最后一刻 在旧金山开 爱派会议的时候 之前中国才做了回应 说我们可以 中美两个元首 可以在旧金山碰个头 来举行 好 既然是你如此的迫切 殷切的希望我来跟你谈 那我就直接了当了 所以在那次峰会里面 习近平就跟拜登 直接就对台海跟台湾问题 提出了一些 非常具体的一些立场跟主张 对吧 是 我记得 在那次峰会当中 习近平对拜登提出了 一 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二 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议 没错 这个非常重要的两条 很清楚 明明白白 对吧 那对美国来讲 你必须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这话怎么说呢 就是我告诉你 我还是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台湾和平统 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OK 把第一优先的 但是呢 说实话 要两岸能够和平统一 你美国必须要 在这个方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 这个大家很清楚嘛 所以你如果在这边 这个坐在旁边 不管或者是不愿意 配合支持的话 那这和平统一的前景就很难 很难实现 那好 如果你很清楚 我和平统一 摆得第一优先 但是现在做不到了 那我就可能采取别的手段了 非和平统一的手段 就很清楚了 对吧 那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而且现在 就像我前面讲的 西太平洋的形势 你也很清楚 对不对 我如果采取非和平统一的手段的话 你有本事 你有这个意愿过来吗 你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逻辑上 美国似乎也是别无选择了 只能在中方高度期待 以及要求的台湾议题上 来跟北京讨论 没错 这就要谈到 我刚才讲的 这个事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谈到王毅跟沙里文 在曼谷的会谈 这个会谈我刚才讲了 又是两天 而且长谈了12个小时 谈完以后 双方面的表态 美国方面表示 很有建设性 中方面表态是富有成果 我记得我们以前评论过 就双方面基本都满意 但是似乎满意的程度 中方还升为更高一点 富有成果 这个在中方的外交语言 中很少用这个词了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会谈之后 仅仅三天之后 沙里文又在美国 有一场演讲 这个演讲内容 才更重要 含金量更大 是沙里文的这一场演讲 想必是跟曼谷会谈有关的 没错 就是曼谷会谈 刚才讲2627 2627刚举行完了以后 三天就30号 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 就邀请沙里文 去做一场演讲 那当然就希望 他专门谈谈 你们这次要谈一些 什么东西吗 所以沙里文在这一次 这个演讲中 释放出来的信心量非常大 这里面最重要的重点 首先第一 他说 我跟王毅 针对台湾跟台湾问题 有非常深入的讨论 我们各自分享的 各自的立场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但是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感觉到 布满了地雷 所以这个内容 不宜公开 然后他又提到了 双方便因此同意 我们现在谈到的一个 什么什么程度 结果 必须要交给两国元首 进一步从我电话会议 来进行交换意见 所以听起来 这沙里文短短几句话 信息量素很大 您又是入海解读呢 我当然做一些观察跟研判 研判大概有下面几条 首先我注意到 沙里文在演讲中 他特别提到 他说我都跟中国方面 就这个中东问题 这个巴以冲突 红海 这个俄乌战争 甚至东北亚 都跟中国方面 有意见交换 但是好像都没什么成果 OK 我听了他这个演讲的话 我就觉得好笑 当然没有成果吧 因为中国方面最在乎的 台湾问题 还没谈出这个结果 这方面怎么会有成果呢 是吧 但你要有成果 中国基本上是开放的 我愿意跟你谈 但首先是台湾问题 对吧 那么至于台湾问题 我刚前面讲 习近平已经出了一个名牌 有点像将美国的军了 对吧 我希望 严格的说就是 我要求 你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对吧 而且你可以扮演一定程度角色 但如果你不愿意 或者不同意 那逻辑上很简单 我只能走另外一条路 非和平统一 至于非和平统一 你也不要期待 或者想象 你在西太平洋 还有什么力量 跟我对抗 你心里很清楚 我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所以整个形势 这个分析下来以后 我相信 布林肯 布林肯 就沙利文谈谈 他才会有这感觉 布满了地雷 这个布满地雷就好像一样 随时可能发生出来 所以他又讲了一句 很诚实的话 他虽然暂时 台海形势 现在目前好像 OK没问题 但不保证未来 不保证未来 换句话说 未来情况 要看形势的发展而定 所以双方面 基本上都觉得 谈OK 也谈出一个具体的 相关的结果 但谈不下去了 因为再下去 就必须要交给两国元首 去进步电话会议去谈了 所以他又强一句话 这个元首的电话会议 无可替代 就这个意思 实际上您的分析与研判 入情入理 所以您对于台海形势的走向 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 现在是不是比较倾向于一种 审慎的乐观 这么看 应该说 接下来就要看 中美元首会议 也许在两个月三个月以后 反正他们讲 不久将来会进行 那么在这个之前 一定还有很多 比方说 王毅跟布林肯有会谈 这个就是比较刺激的会谈 所以我刚讲 会谈非常密集 谈了一个结果之后 马上就要看下部 你有什么回应 然后马上再找个机会 再简单谈 那就跟常谈不一样了 就比较短的会谈 所以整个形势 最终还要看 两国元首的电话会议 到底谈什么结果 但整个形势发展 现在我认为 就像我一开头所提到的 这个王毅会谈 已经是中美关系发展 特别根据 围绕台海议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就中美在台海交锋上 终于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 越来越近 这个关键时刻 而整个形势 就像你刚刚所讲的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中方 占了比较大的一个主动 或者占了一个 相对比较有利的 一个处境 当然非常希望 深圳今天的分析与研判最终 而且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那么相信 这样的形式趋势呢 还是超出许多人的理解与想象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到底这关键所在又在哪里呢 请继续收看 听说信息